您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俄罗斯导弹已用掉一半 俄军对乌克兰的主要伤害呢 实际上还是来自导弹 因为它的空军能力非常有限 迄今为止都没有一次大规模的攻击行为 以获得制空权 或者说能够压制住乌克兰的反抗 而它的这个陆军呢 大炮呢更没有准型 火箭炮只能乱射一切 俄军呢实际上总共拥有的导弹硕目呢 大约是2600枚 包括这个弹道导弹和这个巡航导弹 近日呢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呢 已经指出 说俄军呢 已经向乌克兰境内发生了1300枚导弹 这个数字呢 要占到俄罗斯导弹硕目的一半左右 而且呢 俄罗斯导弹的精度很差 因为它用的都是五六十年前的这个电子器材 它的芯片呢 甚至都是从中国的小商品层义无进口的 所以说呢 至少有60%的导弹是乱飞一气 结果炸死了数千乌克兰平民 也许呢 有上万的乌克兰平民 使用俄罗斯导弹的攻击 俄罗斯其余的导弹呢 也精度也很差 也就是说呢 大致只能在几十米范围内爆炸 也不一定能够击中目标 它不像美军导弹 美军导弹基本上可以 精度呢 在0.5米到1米之间 中共内部呢 过去呢 经常有一种理论 说解放军可以对台湾实行导弹覆盖 也就是说呢 用导弹就可以摧毁台湾的抵抗 大约二十年前呢 我因为从事民主运动 在监狱里遇到过很多共军的退役士兵 他们经常狂言说 中国打台湾是小菜一碟 只要用导弹覆盖 就可以打垮台湾的军队 就可以让台湾乖乖的就范 甚至能够摧毁台湾的所有城市 我当时非常惊奇 而且呢 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辩论过 我替他们算了过一笔账 因为我记得在那次不久前呢 有一次不久前呢 陈水扁刚刚宣布 中共有800多枚导弹 是指向台湾的 那实际上也是中共主要的导弹 我说摧毁一栋政府大楼 或者一个这个宾馆 恐怕需要五枚十枚导弹 而如果摧毁一栋居民楼 每个单元都至少需要一枚导弹 如果这个居民楼有五个单元的话呢 那就需要五枚导弹 而摧毁一栋像符布这样 五十万人口的城市 我说得多少导弹呢 你算上吧 我说这个五十万人口的符布市呢 现在平均呢 大概有二十万栋房子 二十多万栋房子 二十多万栋住宅 就算是这个按照单元来计算的话呢 也有五万到六万个单元 那么或者至少是三万五万个单元嘛 这些单元呢 得几万枚导弹才能够彻底摧毁 这还要不考虑很多导弹都射偏了 不知道射到田野里或者河流上去了 尤其呢 我说是中国的导弹呢 精度更差 甚至比俄罗斯更差 而导弹呢 是那么昂贵 你像那个中共啊 俄罗斯啊 他制作一枚导弹的成本呢 常常是数百万美元 所以说呢 他用一枚导弹来攻击一栋大楼 一个单元楼 或者扎实几十个几个居民 他是得不偿实的 再说呢 现在俄罗斯的导弹呢 大部分零部件呢 都要依靠进口 因为苏联解体之后呢 由于苏联过去的那些设施呢 非常落后 再加上很多国家像乌克兰 像立陶宛 拉脱维亚 还有以前的协作国 像东德 捷克 都不再跟俄罗斯合作 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大部分零部件 他生产不出来 只能从国际市场购买 而现在呢 由于国际社会对俄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 所以他根本就买不到 所以现在俄罗斯呢 想要制作这个导弹呢 比他制作坦克还要困难 所以说呢 他发射一半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这个战斗力呢 已经降低了一半 此后呢 在面临乌克兰军队反攻的时候 俄罗斯的反击能力将会越来越差 另外一个消息呢 是一个网友提醒我 应该叙述一下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上海独立运动的消息 最近呢 这个破天荒的华尔街日报开始关注上海独立运动 实际上上海独立运动呢 仅仅是一个概念 目前呢 在纽约呢 有一些上海人 还有一些外地人 还有 另外在伦敦呢 可能也有那么一两个人 他们呢 经常呢 会举行一些街头的 也不经常 偶尔的举行一次偶尔街头展示呢 这个上海独立运动这么一个概念 我对上海运动 独立运动呢 非常了解 因为呢 两年前呢 我参加过早期的主要的活动 比如说 最大规模的一次上海独立运动的集会呢 是在联合国广场那天 我还记得是下雨天 当时呢 那个广场上还有争取独立的西藏啊 新疆啊 等等 当地就是流亡者的这个事 为活动 上海的历史地位呢 应该说跟香港差不多 或者说呢 更类似于这个科威特 卡塔尔 阿联酋 巴林 这些地方呢 以前呢 都是荒山野岭 但是呢 自从被这个英国人占领之后呢 迅速把它建立了大都会 比如说科威特 卡塔尔 什么阿联酋 大家也许会奇怪 海湾六国怎么有那么多的 弹丸式的小国家 其实呢 那都是以前的殖民地 是殖民地 殖民统治 造成了当地的经济 社会文化的繁荣 所以说呢 后来他们成了独立的国家 而且呢 他们 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呢 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 到现在也是 在过去也是 这都是英国人的巨大成就 这些国家能够获得独立呢 说明呢 这个阿拉伯人的这个统一概念呢 还没有中国人强 中国人甚至连香港 澳门都要给他收回来 那上海更不用说了 上海呢 是几十年前就收回来了 但是自从收回来以后呢 上海就每况愈下 所以说呢 有一部分上海人呢 就开始磨求独立 他们认为呢 像上海呢 应该取得像科威特 像卡塔尔 或者阿联酋 或者巴黎 或者香港 或者澳门那样的政治地位 一旦有了那种地位 应该说上海将是一个 很非常富裕的城市 第三个呢 就是 习近平最近发出了一道命令 要求呢 既要清零 又要确保经济增长 他这个指示呢 看起来呢 好像是雄心勃勃 但是实际上 基本上是不能实现的 因为清零呢 对这个经济活动的巨大损害 我们从上海分层呢 已经清楚地看到 可以这么说 如果都像上海这样清零的话 那么中国经济会被彻底毁掉 GDP呢 甚至可能降到 这个10%以下 就是说90%的GDP都会没有 因为呢 国际社会并不是说 你现在停了 我们就不要你的货 然后等你恢复生产了 你就照样可以出口 没这回事 现在那个 在上海港外面预计的 成千上万的远洋货能 可以这么说 在那个地方 在等待了半个月 一个月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以后 可能把他们几年的利润 都吞掉以后呢 他们今后几年都再也不会到上海港来 哪怕你多给一些钱 他也不会再来了 也就是说呢 上海即便将来恢复经济活动 它的进出口 都会已经会受到一半以上的这个损失 所以说呢 这个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的分所清明 那么中国经济活动呢 是已经肯定要急剧下降了 当然中共有自己的如意算板 那就是中南海认为呢 这段时间对病毒打殲灭战 然后呢 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清明了以后呢 就可以全力再促进经济增长 而且他们认为呢 经济可以迅速恢复 这个实际上都是幻想 这非常不现实 因为世界上第一呢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在几个月里面 彻底消灭病毒的 中国呢 更做不到这一点 因为中国人的这个 更是一种群聚的 是被政治命令强制 集中生活的 世界各国的人 无论在贫困的尼泊尔 还是富裕的美国 人们的居住生活都非常分散 但是中国人呢 却被迫的住在什么村镇里面 高楼里面 所以严格意义上 中国人住的地方呢 都像是集中营 我们很多人在美国的人呢 都把那个大楼啊 什么宿舍啊 apartment的 称为这个 就是说非常糟糕的 居住条件 而中国人几乎都住在 这样的房子里面 所以呢 中国人呢 无论是居住 还是工作 还是生活 都是密密麻麻的 这个挤在一起 这非常有利于病毒传播 所以说呢 中国呢 要想彻底清零 几乎做不到 就只能呢 各个地方 轮番清零 你比如轮番清零 比如上海 清了一个月 不行 北京再清一个月 天津再清一个月 然后呢 这样轮番的传播 轮番的清零 这个要这样的话呢 我估计这个疫情 很可能要持续五到十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看整个世界 无非呢 采取两个方模式 或者在两个模式之间 一个呢 就是美国这个采用的呢 主要是以注射疫苗的方式来 提高民众的这个抗疫能力 主要呢 是降低了这个死亡率 而且呢 现在通过大规模的注射 全世界最好的美国疫苗 美国的这个死亡率 感染率都已经大大降低了 另外呢 像北欧的瑞典 还有这个像印度和世界上 大部分贫困国家 它没有足够的疫苗 怎么办呢 他们就采取的呢 都是就是群体感染 然后呢 群体获得免疫力 这条道路呢 现在看来呢 也同样行得通 因为奥米克戎病毒的 这个致死率呢 是很低的 所以说呢 跟感冒差不了多少 即便有一部分人感染了 但是呢 大部分人获得了免疫力 就是说呢 最终呢 可能大家都获得了免疫力 那么这个病毒呢 也就对这个地方的人群呢 不会构成危害 而中国的这个封锁呢 恰恰呢 使得中国人丧失了 获得免疫力的机会 所以说呢 他们将长期生活在 对病毒的恐惧当中 和不断的 人番的 分层的 这种过程中 都在这种病毒 也在这种病毒 不断的 我们在这种病毒